能想象到的最甜蜜的死亡会是什么样的,是浪漫的躺在爱人的怀里心满意足地走向极乐吗,还是在家人的祝福中慢慢合上眼睛,这你就局限了。 要知道,有种死亡,远比这来的更加甜蜜,全身被厚重的蜜糖包裹,蜜汁顺着鼻子,嘴巴,耳朵流入肺部,最后窒息而死,死后,整个人浑身上下,里里外外,都散发着散发着蜜糖那独有的甜蜜香气,浑身晶莹剔透,泛着焦糖的光泽,就像是一块人形琥珀,而在这厚重的焦糖软壳下,一张张痛苦。 扭曲,惊恐的面容清晰可见,这,就是号称史上最离奇灾难之一的,1919年波士顿蜜糖灾难,承载着超过1.2万吨蜜糖的储糖罐爆炸,转瞬间21人被焦糖淹没,另外,还有150多人受伤,财产损失总计近1亿美元。 那么,这场骇人听闻的灾难,究竟是怎么爆发的呢?点个订阅,果然离谱带您领略事上的八卦奇闻。 1919年1月15日正午,这天的气温出奇的比网都要高一些,波士顿北部的居民们正准备享受一个冬日里温暖的午觉。 却突然听见轰然一声爆炸巨响,接着,迎面涌来一道接一道,足足有8米高的巨浪。 波士顿虽然是沿海的港口城市,但此前没有任何预警通知,这不太可能是突如其来的一场海啸啊,还没等人们想明白发生了什么。 波浪就已经汹涌地奔向大小街道,巨浪摧毁了街上大量的建筑,甚至毁掉了临近波士顿高架铁路系统的一个站台,一辆刚好经过的火车因此出轨了。 而城市里逃跑不及时的人和其他动物也是被紧紧包围,奇怪的是,这洪水竟然粘稠地让人正不脱身。 还带有香甜的气味,原来这场海啸喷涌的不是洪水,竟是量多得惊人的糖蜜。 粘稠的糖蜜像洪水一样突然猛烈袭击了这座城市,但它比洪水还多了一项粘人的技能,马匹和猫狗像粘在苍蝇纸上的苍蝇一样被粘住,然后窒息死去, 擅长游泳的人却也好不到哪儿去,面对来势汹汹的糖蜜洪水,即使水性再好的人也展示不动矫健的泳资。 警察和消防队员在几分钟内就赶到了灾难现场,美国海军军舰南塔基特号当时正停泊在出事的码头旁。 军方也派了船上一百多名水手赶到了现场帮助救援,然而这第一批救援人员却根本无法解救被困在蜜堂里一丝尚存的幸存者们。 被冬季的冷空气冬的逐渐僵硬的蜜堂几乎把幸存者牢牢冻住,救援人员不得不用锯子和斧头凿开厚厚的糖冰层,才能把人从里面解救出来。 因为糖浆此时就像一个巨大的沼泽,救援人员如果踩上一脚也很容易陷进去出不来,因此,他们只能把梯子平铺在糖浆上慢慢挪动着救援,因为这种救援方式费时费力。 波士顿不得不四处借掉救援人员,来到这片糖浆造成的废墟搜救,寻找被困在蜜堂里的遇难者。 最终,死亡人数被确定为21人,另有150人受伤,还有很多人至今为止没能找到遗体,被当地政府一律当成失踪处理,没有进入遇难人口总数。 最后一名被发现的遇难者,叫做塞萨尔·尼科洛,是一名货车司机,直到这场蜜堂灾难发生后近四个月,他的遗体才被从糖浆底部打捞出来。 消防队员最后是使用扫帚、锯子和盐水泵清除了糖浆状的残留物。 但即使是清理干净,糖蜜的甜香气味,却仍旧在波士顿北部的空气里盘旋了几个星期才消散,而波士顿港的海水也一直到当年夏天都保持着蜜堂的棕色。 据后来估计,为了完全消除这次灾难带来的环境影响,波士顿政府额外花费了4万个小时,也就是超10年的时间。 为什么爆炸?随着波士顿当局在努力地坐灾后重建,每个亲历了这场灾难,或者在这场荒谬的灾难中失去亲人的人都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场灾难? 一个储堂罐为什么会无缘无故地爆炸呢? 这,我们还要从头说起,爆炸的储堂罐,隶属于监广场附近商业街529号的酒精纯度蒸馏公司工厂,是该工厂为了制作乙醇采买的原料。 这家工厂总是使用这个码头边的储堂罐,把从船上卸下的糖蜜储存起来,以便以后通过管道输送到位于剑桥市的Purity乙醇工厂。 在事发的1919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进行,酒精作为重要的战备物资自然是不可或缺的,它不仅能用在医疗上消毒,还能用来制作烈性炸药,是美国海军弹药的重要原料。 而这家酒精纯度蒸馏公司就曾经为美国军队提供过大量的酒精,然而此时一战结束了,该公司原本大发战争采,采买的大量酒精原料,也就是蜜糖,一下子就没了用武之地。 该公司转而就想把这些蜜糖用在制作饮用酒上,可当时美国当局又传出风声,很可能会在近期出台一则禁酒令。 一旦禁酒,停止了酒类制造,现在市场上的酒水就会瞬间奇获可拘。 因此,先听到了禁酒,风声的酒精纯度蒸馏公司,竟然又花了重金在世界各处采购蜜糖。 都存在这个高50英尺,90英尺的储塘罐里,希望能够趁进酒令颁发前,先制作出一大批的狼母酒,再发一次横财。 然而,酒精纯度蒸馏公司忘记了一点,那就是这个储塘罐原本就是战时,为了储藏战备物资修建的,建造得非常仓促,而负责修建它的项目经理,也没有任何的专业知识,建筑经验和工程经验,是蒸馏公司临时从财务部调过去的。 一辈子都在和金钱打交道的财务主管亚瑟·杰尔,为了省钱,提高建造速度,整个罐子的厚度被生生降低了50%,使用的金属也是一种非常廉价的脆缸,因此,从一开始,杰尔其实就知道,自己负责的这个糖罐子就是个豆腐渣工程,但他依旧心存侥幸,甚至在建造之后都没有做一次满水试验,来确认糖罐是否漏水。 他只草草地往15米高的罐子里,象征性了装了2米高的水,就宣布储糖罐通过了内部压力测试,但事实上,从被启用的第一天开始,这只储糖罐就一直在渗漏。 以至于波士顿的孩子们都知道,拿着水杯在糖罐下面站着,没多久就能接到一杯甜甜的蜜糖。 工人们提醒了杰尔好几次,想要把罐子里的蜜糖转移出去,重新加固罐身,还有一位工人直接拿着糖罐上掉下来的金属片找上了杰尔, 但杰尔被当时巨大的酒精利益蒙蔽了双眼,坚决不肯加固储糖罐,他对所有工人的回复只有一句话,他依旧屹立不倒。 为了不再惹人闲话,杰尔甚至自欺欺人地把罐子外部涂上了一层棕色的油漆,这样即使有蜜糖渗出来,也不明显了,压垮储糖罐的最后一颗稻草,是在事发之前,从波多黎各又运来了一船五十万加仑的蜜糖。 而这些蜜糖,也被全部倒入了本来就摇摇欲坠的储糖罐里,此时,整个储糖罐内部的压力已经高达两千六百万磅。 终于,这个不堪重负的糖罐子,在1919年1月15号这天彻底的粉碎了,制造出了百年来最荒唐的人为灾难,波士顿蜜糖洪水。 闯出了这么大的祸,纯度蒸留公司自然不敢承认,他们竟然把这一切归咎给了莫须有的恐怖袭击,因为当时波士顿是美国最大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聚居地,事发前一年,足足发生了四十多起蓄意爆炸事件。 巧的是,去年该公司也接到了一封爆炸的恐吓信,可惜的是,蒸留公司把郭甩给无政府主义者并没有平息死难者家属们的愤怒。 因为民情激愤,马萨诸塞州高级法院不得不派出当时一位德高望重的前军官,修。 奥格登上校来调查此事,经过三年的调查审理,奥格登共计整理出了一千五百多件物证,寻找到了超一千名证人作证。 证人里包括了爆炸物专家、洪水幸存者和蒸留公司的雇员,光是写结案陈此,奥格登就花了十一周时间。 终于,在1925年4月,惨剧发生的第五年,奥格登正式宣判纯度蒸留公司对事故负有责任,而且还是事故的罪魁祸首,该公司为了最大限度的提高产量和降低成本,牺牲了安全性。 奥格登命令该公司向死难者共计支付62.8万美元的赔偿金,相当于今天的800万美元左右。 蜜糖为何致命?虽然搞清楚了波士顿蜜糖灾难,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可是近一百年来,依旧没有人真正理解这次蜜糖泄露为何会造成如此巨大的灾难。 毕竟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蜜糖都应该是一种流速非常缓慢的液体,充满粘性的它应该一滴一滴地流下来,而不应该在一瞬间就吞噬所有。 但在2016年,美国哈佛大学的施木尔·M.鲁宾斯坦教授为了调查这场灾难,带着学生进行了一场清晰的还原试验。 施木尔团队怀疑蜜糖的流速太快,应该是受到了糖罐爆炸的冲击。 因为当时发生爆炸的糖蜜罐子足足有高15米,直径27米,体积达到了8584立方米,相当于一个占地面积为570平米的五层楼高的建筑。 如果这样的糖罐发生爆炸,里面的势能是无法估量的,在最顶端的蜜糖跌落时,施木尔团队计算会产生大概几千万胶耳的重力势能。 或许大家对这些数字不太敏感,那我们说个直接的,这些蜜糖下落时积蓄的能量至少匹敌几十公斤的TNT炸药。 在这种强烈的爆炸力量的推动下,糖浆的流速完全可以突破35英里每小时。 给施木尔团队提供建议的航空航天工程专家妮可·夏普,把这起灾难更加详细地分成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被称为海啸,要知道,糖蜜的密度比水大很多,是水的1.4倍,当油箱破裂时,所有的势能都变成了动能,并在最初的60至90秒的时间里集中爆发,因为蜜糖的密度太大,它产生的向前惯性,远比它本身粘性产生的停滞力要强大很多。 所以,当蜜糖爆炸时,几乎没人能在瞬间逃脱,第一波浪潮的力量最强,它几乎粉碎一切,人们的骨头被压碎,身体被抛向高空,或者推向火车站台,甚至于很多幸存者也被这股巨大的力量搞成了背部。 头部骨折,但在第二阶段,蜜糖的粘性开始发挥出了作用,当糖蜜淹没街道时,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它变慢了,也变得更丑更粘,让人难以逃脱。 很多目击者都表示,曾看到受困者试图呼吸,喘着粗气求生,但同时也要避免吸入更多的糖浆。 事实上,绝大多数遇难者都是死于第二阶段,妮可还表示,如果这场灾难发生在更温暖的夏天,那糖浆就会流得更远,也会更薄,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 而且,前面我们也提到过,就在事发前一天,有一船来自波多黎各的蜜糖。 刚被倒入储糖罐,一般来讲,为了保证倾倒工作的顺利,工作人员就会先对蜜糖进行加热,保证气流动性,但这也就意味着,在事发当天,糖罐里蜜糖的温度至少比外界空气要高上十几摄氏度。 这样的高温液体冷却,凝固,造成的杀伤力当然也更大。 但如果是和外界温度一致的糖浆,至少可以降低灾难第二阶段凝固时造成的伤亡,在灾难发生后,这只臭名昭著的储糖罐没有被返修重建,因为新的酒精提取技术被发现,正留蜜糖的方式被取代。 而在那片被蜜糖淹没的土地上,波士顿政府修建了一个叫做兰贡的公园,一直祭奠着这场悲剧。